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 这里是由金明制作主持的FB新鲜事 那我们节目呢 要再次带着听众朋友来逛艺术展 我们来到这个金车文艺中心的南京馆 那目前正在展出的是这个 普新弦的复合梅材创作展 那这档的展期呢 是从现在开始到6月25号 那金车文艺中心南京馆呢 住址位于这个台北市南京东路 二段一号三楼 那开馆时间呢 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呢 上午11点到晚上的6点钟 那固定星期一修管 那听众朋友呢 如果锁定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 会在最后呢 我们会请那个普新弦来问问题 然后听众朋友如果答对问题的话呢 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也要送出 他所提供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手链 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当你知道答案之后呢 赶快抢先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的预告下面留言 那第一个留言的呢 我们就会送他这样的一个艺术品 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 如果你错过或者是你来不及留言的呢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这一集的节目预告 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播出完之后 利用直播的方式来抽奖 抽出两位的得主 我们一样来送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手环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专访这个普新弦 哈喽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弦 好那普新弦他个人呢 最大的特别就是他曾经在意大利念过书 而且待了这个十年的时间 就是除了念了两所学校呢 重点是他还有在意大利工作一段时间 那最近2015年年底才回到台湾 所以算是他个人呢 在资历上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资历 那新弦一开始 是不是先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你在一开始从小时候 整个艺术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萌芽的 我小时候 已经不记得大概是多小 但是就是听我爸妈讲说 我从很小就是手已经可以开始拿画笔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譬如说在墙壁上面画画呀 或者是拿着纸就乱涂乱抹这样子 所以他们其实从我真的是 很小很小可能都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 我特别喜欢就是涂鸦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也发现说涂鸦好像特别可以让我变得很安静 对会比较那种好动的情绪 会整个就是比较沉淀下来这样 所以等我到了小学大概二三年级左右吧 我妈妈就带我去 就是现在房间有很多那种私人画饰 去开始学画这样子 那学一学其实自己真的很喜欢 那画饰的老师也觉得说 就是好像我画的也还不错这样 所以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 就是画饰老师就有建议我去考美术班 那就这样一路上来 我国中跟高中就都是念艺能班 就是美术班这样上来 对所以就等于真的是整个人生都在画画就对了 那你还记得你小时候都画什么样的题材吗 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画人吧 对那这一点可能就跟现在比较不一样 因为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欣赏我的画展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我的画里面已经完全没有人物存在 对但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画人 就是画小男生画小女生 然后尤其是小女生我很喜欢画他们穿很漂亮的衣服啊 帮很可爱的头发啊这样子 然后而且我到大概国高中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画漫画 我都会跟班上几个比较好的同学 我们就是会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画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然后可能每一个礼拜或每一天 我们都会分享大家现在的故事的进度到哪里 然后交换来看 就是国中班 对就是大概国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 然后自己有就开始画漫画那种连载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国中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做个教室布置 那因为那个时候有一年我是当那个学艺鼓掌 所以我还很私心的就是在后面的教室布置 弄了一块就是可以放那种A4纸张的一个区域 然后就给我们这几个特别喜欢画漫画的女生 然后就是每一天都放一张上去连载给大家看 就是一个一个慢慢展现就对了 对对就一张一张 然后每一天就是放上去逼迫全班人 都要看我们的故事连载这样 对对对对 那你还记得你的故事内容吗 故事内容哦 就是爱情故事吗 对那个时候我们三 诶我好像是三个同学吧 对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她很 因为她是很喜欢打电动的那一种 对然后她的故事就是那种 就是魔幻型的就是要 冒险的那种 对对对对要去闯关 然后都是那种很多角色 然后都会有武器在身上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 她也是比较属于内心 因为她们两个都很爱打电动 然后像我的话我可能 不知道耶就是 个性很向往吗 对就是我是比较画那种就是 少女漫画情节的浪漫 就浪漫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校园浪漫的那种故事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你资历比较特别是你 高中毕业之后 嗯 你不是先在台湾念完大学 就马上决定要出国 是你自己的决定吗 应该算是我父母就是提起 然后我去实践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我上大学 我也是考上美术系 那嗯那个时候在学校念了一个多月 觉得好像有点找不太到方向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真的是学化学非常久了 而且就是在那种教育体制下面一直这样上来 那大学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我想要有一些自我突破 但是嗯有一点点瓶颈吧 找不太到自己该怎么去做 那当时有请教一下学校的教授 那很可惜的就是他没有特别给我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还蛮迷惘的 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在绘画这条路上 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往前 那我回家有跟我家人讨论过 那我妈妈那个时候 她可能就只是随口说说吧 她就说那你想要出国吗 那你觉得意大利如何 然后那时候就心里想说 嗯好像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那我妈讲完了她就 她可能就忘了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马上 就被你自己当真了就对了 对了我就自己觉得说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上网去查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网路已经算是蛮普遍 但是当然不可能像现在那么发达 对大概是零零四年零五年的时候 就算是波阶的 对对对对对 你明天还要在那边等着 对啊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自己上网查 台湾就是台北哪里有代办处 那哪里可以学意大利文 那有哪些学校可以去这样子 然后我全部查好了 我就跟我妈讲说 诶我要去念意大利文 然后她一定吓一跳的人 我妈真的是吓了一跳 因为她本来是顺口讲的 对她不知道我居然就是把这一切都弄好了 只差就是请妈妈可能要缴一下签这样 所以变成她不得不答应 因为你已经完全当真了 对 而且我就已经跟她讲说 我要去 我要报名哪一个阶段的 就是语言力级版 这样子 然后念完 大概两个多月之后 就是日期也都排了 我就是要出国了这样 好当你告诉她之后 她一定回头会劝你 或者是说 诶为什么不选美国英国 反正至少英文还比较国际通用这样子 我妈还真的当初她没有问太多 我觉得她可能心里面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说 你真的想去的话 就让你试试看 反正你也去不了多久 她以为你就一下就回来 因为其实当年我妈有陪我去两个礼拜这样 就一开始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嘛 其实也才18岁这样 然后也都不会煮饭啊 什么都不会 那也从来没有真的一个人 在台湾出 就是出到台北以外的地方旅行过 所以我妈还是有陪我去 那其实事隔那么多年之后 她有跟我讲说 她当初真的以为我大概待一个月 我就会打电话回家求救 哭着回来 结果就是完全没有 而且她有考量你是女性吗 会有一些安全上的顾虑 有耶 其实我妈她们应该真的是一直从头到尾都非常担心 因为当年去意大利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那边应该是已开发国家还是什么 但是他们的网路其实比台湾不发达非常非常多 对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都没有网路 那普遍的家庭也是没有网路的 有好一段时间 我大概在那边的前半年左右 我跟我爸妈是只能用写信 是 对因为我们没有网路可以就是通 就是来联系这样子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很担心 但是他们就是怎么讲 就是心理担心 但是他们真的也没办法做太多事情 他们可能就只能就是祈祷说就是 我不要说什么事情 可是那时候她会脱口讲出意大利是有什么原因吗 有是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跟我妈妈有跟着旅行团去意大利 玩了一趟这样子 对所以算是就是比较熟悉的国家吗当时 对但是真的去那边生活之后 你就会发现她跟你去玩是完全两回事这样 对啊因为你去玩的时候 你看到都是很漂亮的那一面 但是你生活之后你会发现那边就是国家的问题啊 然后很多就是你需要你在那边独自生活 需要处理的很多事情 其实就是完全就是你要独立去面对 然后会有很多困难这样子 光是我们现在看到资讯就知道说 比如说像罗马一些地方都爬手特别多 嗯那边的确是 嗯所以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么浪漫 就是你要活生生的活在那里这样子 对没错 嗯然后关于这个艺术这条路 你有没有有时候我们这个小孩子的一些选择 是在完成父母亲的一些梦想 嗯那你艺术这一块是不是有没有 因为你们父母亲从小向往绘画 所以这样子你就走上这条路 这倒是没有耶 对啊因为我爸妈他们完全一窍不同 一窍不同 可是他们能够支撑你到伊大陆也是蛮那个 对啊其实我一路上真的蛮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因为台湾普遍家长都会觉得说 走艺术这条路不管是画画还是你说舞蹈啊 音乐之类的就是总瓜就是艺术这一块 台湾的父母都会觉得这条路很难走 尤其是我觉得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强大的 在重视这个领域这样 是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 我爸妈真的是真的是蛮伟大的吧 就是他们就是真的都很支持我在做这件事情 当然他们一定一方面会担心 但是担心之余他们 比如说我每一次办展啊什么的 他们就是都会很大力的在帮助我这样子 该不会是你办展 你爸妈又把你的画买回去 没有啦没有啦 不过他们会很很帮我宣传 希望就是亲朋好友就是赶快来看 然后或许可以买一下 应该也是有点熬猪头的感觉 因为以前投资太多了吧 哦真的耶对啊 在国外那段时间 尤其是虽然不要看现在欧元扁成这样 我在国外的内 当初很贵啊 对我在国外那时间是欧元最高的时候 我爸妈都觉得实在太不值得 好那到意大利呢 其实一开始你并不是念艺术相关 对不对 你是先从这个服装设计 它是服装搭配 它英文叫做fashion styling 就是搭配相关的 他们国外 因为我去的是 我去的城市是米兰 对所以它就是时装的城市 所以在那边他们的服装学校 他们其实分的蛮细的 那台湾是比较 就是等于说你就是什么都要会这样子 那他们在那边是有比较多分支 对所以你选那个科技也是因为你 那时候在大学那时候稍微对绘画有点 应该算是有点迷失掉 或者是有点画烦的对不对 对所以你想要转换一下 对我当初其实出国完全已经没有想说我要画 我甚至觉得说我这辈子不要再画 受够了是吧 对就是烦死了就是不想再画了 反正也画不出什么东西这样子 对所以我当时出国我是决定我要走别的路 我要去发展别的东西 那绘画这个东西它或许就只是我一个兴趣 兴趣了 对对对 所以我才想说那去意大利 然后我要去米兰 那那边最有名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服装产业 对对对 所以后来是什么原因又让你回头 又念第二个学校就是艺术相关的 就是有一点 刚开始的心态有点侥幸吧 因为我第一个学校呢 它是服装学院 那欧洲他们的学院制就是那一种体制的 它怎么讲 就是它的升学管道方式就只能适用于那个体制 那那个体制跟台湾的就是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学历是不承认的 所以如果我当初那时候学校毕业之后 我回到台湾其实我还是只有高中毕业 对对对 那因为我爸妈他们都是军工教嘛 所以这对他们来讲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危险 因为我在台湾我不可能就只是哪一个高中学历 而没有就是最基本的大学学历这样 那我那时候是想说 好那要补学历 可是我不可能回台湾补 因为我回台湾我就要重新再参加什么 我不知道现在的制度是怎样 可是当时就是譬如说参加指考啊 然后你要重新再考台湾的那些什么古英术 大学 我要重新再来一次 我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太可怕了 是 对所以我想说我要在那边 就是拿一个大学学历 那去念什么最快 又最不费力 那当然就是重新念我会的东西 当初就是比较侥幸的心态 然后去念 那当然也不难考 因为我那时候在意大利已经呆了大概四年左右 那所以我的意大利文绝对也很流利 对已经算还不错 所以虽然他们考艺术学院也需要考一些历史啊什么 也全部都是用意大利文 但是对我来讲说会方便很多 因为那些东西我都已经念过了 然后再加上他考比试 就是你要画画嘛 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又更不是问题 对所以当时就是有用这种想法 想说我要去念艺术学院这样子 然后额考上 然后回头再回到绘画这个本行 你那时候有开始又揽起你本来对绘画的兴趣吗 嗯对没错 就是我回去艺术学院之后 我觉得还好我有回去念 对啊 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事业这样 他们那边教的方法跟台湾挺不一样 但是我也不好就是整个就是以偏概全 因为其实我在台湾并没有真的完全把大学念完 念一下下 对真的只有沾到一点点 所以我也不好说就是台湾的体制怎样 然后那边体制怎样 那但是他们那边的方式的确让我有很大的启发 那所以又让我重新就是对艺术这一块有了新的认识 然后让我重新觉得说我想要再进入到这里面去好好去研究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的画风就开始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就是把一些具体的东西已经把它画得开始抽象了 大概要到大二大三左右吧 因为其实当初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台湾的大概我先姑且先不讲大学 对但是台湾譬如说你从小学国中跟高中的美术班教育起来的话 其实都是在教你画很写实的东西 是 教你画你看到的 对 那这个东西已经对我来讲就是深根蒂固这样子 所以其实刚开始上学的时候我很 我觉得蛮辛苦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 因为教授绝对不会给东西 他不会把东西给你叫你看着画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第一堂课 我们教授就是给我们就是很大的纸 然后叫我们都贴在墙上 那个纸大概就是都会比我们都还要高这样 对很大一张 然后他只有丢题目出来 就一个主题 对一个主题 然后就说画 然后想说画什么 就不知道要画什么 对那真的是蛮震撼的 但是我最后发现 其实大家画的东西 你好像很难联想 然后说其实是老师是教授讲的那个主题 对但是教授并不会因为这样子 然后而说你这样画不对 你这样画不好 他反而是会一个一个去看说你画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由你画的东西去导入说你哪里可以改进 那你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加强 但是他是希望你沿着你所画的那个风格的路去走 对而不是叫你转弯这样子 所以他等于是已经用启发性的 因为你们在国中高中那时候基本的训练都已经够了 到了大学就是他告诉你主题 你就自己照你的画风去联想 然后重点是怎么画都可以就对 对他希望你画出你的东西 而不是画就是别人叫你画的东西这样 然后总结你意大利这十年的生活 你当初从一开始到最后 你这整个过程你觉得你是有很用力的在去学东西吗 因为你毕竟当初出去可能也花了家里一堆钱了 那是不是心里也会觉得就有一定的压力 就是我一定要很认真学 会哦真的会哦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并不是真的非常会念书的 当然也还算还是会念啦 因为毕竟我也是就是念那个公立高中啊 然后大学这样上来 但是就是真的跟那种很聪明的小孩比起来 尤其是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我们美术班 有点像是当自由班在教这样子 那那个时候会觉得挫折很大 就是你在怎么念你永远都是班上后面几名这样 是 对 那到了国外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 你身为外国留学生的那种心态 你会觉得说 我表现好我自己 我其实可以代表很多人 光荣 国家的光荣 对 就是有这种想法 那第一所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的意大利文还不是那么好 所以理论课我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就是念得很好 但是我至少在就是实作课程上面 我就尽量可以拿到满分 就一定要拿到满分这样 那到艺术学院的话就更不用说 那时候我的意大利文已经 已经是很念了很久了这样 但是理论课还是很难 因为他们教很多哲学的东西 但我就是死念 我记得那个时候 有很多理论课 我就是拿录音笔 把老师 就一整堂课都录下来 然后回到家之后 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听 重复听 对重复听 然后把它每一个字都写下来 然后就这样子去念 对 因为我觉得 也是因为家里真的是很支持我 我觉得我不能说 因为我在国外 然后就胡搞瞎搞这样 那那个时候 尤其是我真的是 就是对绘画这一方面 我重新有一种就是热情在 所以我知道说 我要去好好念它 我才可以得到 我所想要拥有的那些知识 不然的话 就是很浪费啊 因为我不是为了拿学历而去念 可能刚开始 一开始是这种想法 可是最后我知道说 我是为了我自己在念这个书 所以我绝对不能浪费掉这个机会 这样 好 那最后回来的原因就是 除了家里要求之外 你自己也觉得应该回来了吗 因为理论上 你在那边已经发展十年 要继续待下去 其实对你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而且你本来就有一些人脉 然后语言也到了一个程度了 是可以继续留在那边发展的 对 其实 就等于说我整个生活的重心 其实是在那边的 朋友也是 那跟学校的关系啊 然后我也在那边工作过啊 对 但是的确最大的原因还是家里 就是希望我回来这样子 对 那时候家里有一些状况 然后加上就是 嗯 我可以感受到 我家人就是 尤其是我在 大概就是 二十岁 就是这一整段的时间 我都 就等于说我都不在台湾 对 就是父母亲对你这一段的 相处是空白的 对 他没有参与你的 十年的生活 对 所以 我可以就是 很强烈的感受到 他们很希望就是 我可以 呃 回来 回来 然后陪他们这样 嗯 对啊 那我自己当然也很挣扎 因为就觉得说 呃 我从就是 很小的时候去那边 然后 就是我慢慢把那边的生活经营起来 然后现在已经到达一个就是 非常舒适的一个地步 就是我觉得说我待在米兰 那边很像是我的家 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轻松 我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走在路上会有什么 就是觉得啊 我好像不知道这边要怎么走 我好像不知道该去哪里的感觉 就是已经是生活 因为十年真的太长 对 就是 他已经就是成为我一个就是 我很舒适感的一个城市这样 那你突然说要我回来 我会觉得 就是真的很挣扎 就是 我到底要选哪一个 我要完全就是 只想我自己的 还是我也要去为家人想 对 不过有没有感情的成分在里面 十年应该就有 感情吗 意思是我们交男朋友之类的 对啊 因为如果你们交往到一段时间 他当然就不希望你回来了 那个时候没有 对对对 我觉得我的感情方面 是我对那个国家的感情 对 那个时候是 完全没有异性的那个阻挠 就是完全没有这样 哦 因为如果有异性 就更复杂 就是亲情和爱情的选择 对 那种真的就是会蛮痛苦的啊 对 可是还好我没有 对对对 我完全没有 那聊完这边 我们就休息一下 那听众朋友要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一段访问 会开始请这个 心弦来介绍他的作品 并且呢 我们在这个下一段的节目 也会来开始问问题 哦 那如果抢先答对的 我们就来送一个 非常有质感的这个 呃 手工的一个 呃 手镯 然后 这个有点难形容 那听众朋友可以直接看我们粉丝业的照片 然后 因为呢 等下你回答问题呢 也是在这个粉丝业留言 第一个留言 我们就送这件的这个 艺术手环 那如果你发现已经留言来不及的呢 也帮我们分享这集的预告 还是有机会 有两个名额可以抽中这个手环 那现在我们开始请心弦来介绍 他现场的一个作品 那听众朋友要记得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会来问问题哦 然后答对问题 抢先在我们这集的节目预告 下面留言答对的呢 我们就送这个 手工艺术手环 那个手环很难去形容 但是非常的漂亮 就是纯手工的呃制作 然后市面上当然还是买得到 重点是还蛮贵的 好 那心弦来帮我们介绍他的作品 那第一件呢 我们来到这个 平行世界的全景图 然后平行世界的全景图 这样的一个名称哦 好像在你的很多作品都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一开始先帮我们介绍 这个系列 平行世界的全景图 是从呃 你在意大利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系列是不是 对 他其实是我在意大利 最后一年 我们必须要写论文 然后还有制作毕业作品 这一系列的作品它 是因为我当时在意大利的时候 我们毕业的时候 虽然是大学毕业 但是我们需要写论文 对 然后除了纸笔的论文之外呢 我们还要有毕业创作 那这就是我当时毕业创作的一个主题 这样子 那平行世界呢 它是 我是用风景的方式来表达 那为什么是平行世界呢 其实它跟我当时 纸笔的论文有一点点关系 我当时纸笔论文写的主题是 我挑了三个台湾画家 但他们的背景都是因为 当年国共内战 而被迫从中国大陆迁徙到台湾的画家 所以是很有名的画家吗 我挑了三个 一个是习德进 然后吴浩 再来是王攀元 对 那他们都有一个这种共同 就是离开家乡 然后被迫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的那种 就是背景 那除了介绍他们三个以外 其实我花了很多不同的方向去写关于乡愁 还有因为时空背景的迁移 但是它虽然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但是它以前居住的地方所带来它的影响 然后它那个影响其实是会随着它 不管是到任何地方 那个影响都会一直都存在 就算是时空有所变更 但是那个影响它是 它是过去发生 但是它其实会影响到现在 也会影响到它的未来 对 那那个时候我主要纸笔的论文是在探讨这一块 那我的画作其实也是从那里面延伸出来 虽然我的作品它比较是属于 可能大家一刚开始看会觉得比较抽象一点 因为我都画得很朦胧 是 对 然后又是以风景的方式去表现 但是其实我的风景里面 它带有很多情感的色彩在里面 比如说 为什么它总是模模糊糊的呢 因为对我来说 它代表了一种比较不可见的一种 就像人生你没有办法完全马上预知说 你可能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你自己的本身背景有关系 对不对 你从这个书面的这个论文 讨论到一些乡愁 然后儿时的影响带到 然后他们这三位画家来到台湾之后 他们台湾的画风还是会被过去所影响 对 那是不是也因为你这样的关系 你从台湾到意大利 然后其实乡愁也是随时伴着你 甚至有时候你白天起床你会看着天花板 会突然很讶异说你为什么跑来意大利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会喔 我那时候前几年我常常就是做梦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你 五夜梦回 惊醒 有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 像我啦 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可能会 就是可能你半梦半醒之间 你会觉得有点 人家俗称鬼呀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那么可怕 就是一种生理现象 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有点醒不来 但是你却有点醒着这样 就眼睛大大瞪着 但是身体无法动 对对对 那我从小时候我就有 就是自己发明一个方式 就是我只要想着就是 我现在看的天花板是哪一个地方 反正我之后我就会 我就会醒来 因为我当我在想说 我看天花板是哪里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我是在哪一个房间这样 对 但是我去意大利之后 有好一段时间我常常就是 我都一直在想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边是台湾的 家的天花板 还是意大利家的天花板 反而就是更醒不来 又有点错乱 对会常常有错乱的感觉 可是你醒来之后 应该就会 情绪就会有点低落 对不对 就说我干嘛来到这里 为什么要一个人 把我来异乡 然后可能很多家乡怀念的这个味道 或者是亲人都不在旁边 刚开始大概前四五年 都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跟你这样的这个 平行世界的全景图 好像有机可循 对不对 对 所以我那个 我这一系列的创作 我会用比较横幅的方式来表达 就是因为我希望 它所有的物件 跟里面的风景 还有我希望它的空气感 是有流线性的 对 就是它是 它不要被固定在某一个区块 我希望它是 你可以从左边看到右边 从右边看到左边 是流动的感觉 往左看往右看 对 我希望它有流动 就像平行世界一样 它其实 它其实是 在同一个地方 在游 游走的感觉 而且你应该是把 对于台湾的很多思念 就是把它 很巧妙的放进画作里面 对不对 对 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翻那个 金车的那个 里面它有特别有介绍到就是 我上面有写说就是 有许多你可能看过了东西 或你发生的事情 你以为那件事情当下发生之后 它就没了 你以为它已经成为了过去 但是其实随着你的人生不断的往前走 你有的时候 你会把那些东西再找回来 你会发现那些事情 其实它根本没有真的成为过去 它其实是一直伴随着你 一直在往前进 这个就是很多人 如果小时候曾经被虐待 其实等它长大之后 它就会有一些阴影 就是像现在电影 葛雷的五十大年 这样子 就是其实它无形中会伴随 虽然你忘记了 可是它其实还是在你心里的 对 所以我的话它虽然朦胧 它其实带有一种梦境的感觉 对 就是你在梦中 你常常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东西是 好像你看得见 可是你又看不见的感觉 你好像觉得 它现在正在发生 但是你可能一个转身 它又变成别的东西 是 对 好 所以我们这个 大概了解它这个脉络之后 我们就来开始介绍 它的第一件作品 叫平行世界的全景图 桃花园 然后是两副作品拼在一起的 是一个横幅的 然后我们来近距离看到 确实里面是有一些 媒材是沙子吗 有混在里面是不是 我基本上从开始 就是比较奠定我创作的一个 大方向之后 我就一直在使用这个媒材 那它是我在意大利非常容易取得的 然后可以不用花任何钱 就可以拿到一堆 它就是咖啡渣 咖啡渣 对 那咖啡渣在我的创作里面 它是一个蛮重要的元素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 让画面产生很多不一样的机理的感觉 是 对 然后我用多或用少 它就用少 它就可以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氛围在画面展现出来 因为咖啡渣把它混在颜料里 它是很难控制的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会有很多 很难预期的一个效果 并不像颜料这么容易 我要画青的画厚的是很容易的 对 所以我很喜欢它这种 无法预期的效果 然后我们来欣赏这件作品呢 当然主视觉就是有一些 很朦胧的这个红色跟粉红色的花 也可以往后看一点 因为我的画有的时候如果一直就是 看它的细节的话 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被画面干扰 对 比较远看的话 你可以比较看到它的整体性 所以这个整体就是 我们的左边有个树对不对 中间有个花 然后右边有个像柵栏的感觉吗 你说那个 我基本上我当初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的作品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面向去探讨啦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是画者嘛 所以我会就是我有我自己一套的说法 那我其实也蛮喜欢就是观赏者可以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样那我自己本身在画的时候 最右边那边它是一个梯子 对那它 它其实是爬上来的样子 所以它其实有很长一段 其实是在云雾的下面 云雾中间 对对对对 那它其实是你已经爬出来之后 就是露出来的那一块 就像冰山的露出来的一角 对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这幅画叫桃花园呢 就是我想表达就是 你从云雾下你爬上来之后 你所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中的新天新地的感觉 简单来讲这幅画就是类似像梦境的这个桃花园 那所以有很多这个抽象的意念 听众朋友如果来现场看 你可以自己去想象 可能它是云雾啊 或者是它可能是土地 怎么想象都可以 但是重点呢 我觉得桃花园你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要用比较亮丽缤纷 充满希望的颜色 然后去呈现就好像是我们这个印象中的桃花园 应该要有很多鲜艳的花朵啊 或者是 我觉得有看过我作品的人 应该都知道我的颜色都比较淡 就是应该说彩度都比较低吧 对 那我觉得是否跟我自己个性也有关的 你个性是比较内敛低调吗 对我觉得比较低调一点 对所以 而且我应该是说 我觉得彩度低 还有就是颜色用的越少 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它更能展现出 如果我可以用这种模式 然后画出画 我觉得它更能展现出很丰富的情感 就像就像国画 其实国画 除非你是买那种花鸟 或者是那种画什么牡丹啊之类的 工笔 对 但是其实国画它其实就只有两个颜色 一个就是留白 然后再来就是墨 对 然后其实我从以前在美术班的时候 其实我也蛮喜欢画国画的 因为我觉得 那真的是东方文化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东西 因为它用的东西很少 就是它颜色很少 但是其实它却是非常多 哦这样我大概能够理解 就是你应该第一个是有对自我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如果用彩色的画大家都会 那你用这个低彩度低明亮度的来画是比较难 而且当初你在意大利画的这些作品 其实是要对很多意大利的同学跟老师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展现东方的一些技巧在里面 对尤其是其实我当初会选择画横幅 除了就是想要展现这个主题的一个理念以外 我就是想要也加入东方的元素 对像国画的话都会有那种长卷不管是横的还是直的 那它其实在里面你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场景去加在里面 那国画有个特点就是它有多视角 对 近景远景跳来跳去 它不像西洋画 西洋画比较多是只有单一视角的去呈现 那国画它有多视角 那我觉得这一方面就是很适合就是在我的创作上面来做一个发展 所以我的确我的作品受到国画的影响很大 对那又加上我当初在国外念书 所以这一种的模式它其实我觉得可以成为一个比较鲜明的特色 在所有的学生当中 对对对 因为如果你用西方的一些画法来讲就是跟大家一样 对那我作为一个就是外国学生 我觉得我必须要展现出我与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好这件叫做平行世界的全景图桃花园 好那我们介绍第二件作品呢 一样是平行世界的全景图 那它叫白云十山 那新浅是不是帮我们介绍一下 白云十山是不是就是意大利的一座山 对它是意大利东北的一个就是山群中的山峰这样子 那它是隶属于阿尔贝斯山山群 那我当初会特别选这个名字在这幅画中 也是因为它其实是我去那座山玩回来之后所创作的 那我去那座山的时候其实是我快要毕业答辩之前的前几个礼拜吧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蛮大的 就是我要用意大利文写论文 对然后我要就是升出就是毕业制作 所以就整个人其实很紧绷这样子 那那一趟旅行其实真的让我得到很大的舒缓 因为相信有去过欧洲山上的人就知道 那边真的非常非常的美 对那我觉得为什么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风景为主 是因为我觉得你在风景之中 你真的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思考很多 你很纠结的事情 对那其实我觉得大自然它都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就是让你真的是开阔你的心胸 让你去放松 对但是放松回来还是要面对 对但是它可以给你一股力量 是好那我们来讨论这件作品呢 它比较特别是它用这个整个是灰色调 它就没有像刚刚上一幅还有一些鲜明的花朵在里面 甚至它有一些区块它还是有点剥落的感觉 你是要呈现那种土地龟裂的感觉吗 对它龟裂比较大的地方就是因为它上的咖啡渣其实比较多 所以它干掉之后它就会产生自然龟裂的现象 那其实它不会掉下来 对它已经远从意大利就是运来台湾 然后又被我就是折腾了就是好几个盏 其实它都黏得很好 对所以其实不太需要担心 那因为整幅画我想要表现出一种山的感觉 那其实这座山它真的的样子并没有展现在画里面 而是它的颜色 因为它为什么叫白云池山 就是因为它的山是以这种石头为主 那它这个石头它其实在经过太阳的照射下 它会产生出一种就是带有粉色的灰色在里面 对对对 那我是把我当时看到的这种感觉 我用整体的这种色调来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其实它感觉好像是灰色 但其实它又带了一点紫跟粉红在里面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来现场看展呢 你近距离去看其实就是 紫色的部分会看得稍微明显一点 对然后它里面也是有像森林啊 跟山脉的元素在里面 那我这幅画它比较主要是中间它有一个小小的一艘船 它半沉在很像湖里面 然后有烟冒出来 这有点这个就是中国国画的一些技法 对 远景里面有一个小船来点缀 对对那我当初会画这一块 我觉得它一方面也是有点在抒发我自己本身的处境 对处境 半层半载半幅这样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很疲累 因为已经就是毕业达变近在咫尺这样 然后所以其实自己心里面的压力啊 跟就是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学校的啊 或者是家里带来压力其实都蛮大的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的画里面没有人 但是它其实里面可以找得到我 只是我没有把我的形象画出来 但是它在很多小小的元素里面 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里面是有生命的存在 所以那艘船就象征你的处境就对了 对当时的处境就是快成了 对 不过你这样子从一开始去意大利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处境啊 从一开始是语言不通啊各方面 然后生活各方面都要重新再熟悉 那到最后你还是好像你这十年从来没有轻松过啊 其实轻松的时候还是有啊 就是因为在那边一定会有认识朋友啊 就是大家还是会很想就是开开心线 年轻人的生活 对啊享受那边的生活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画它很就是奇妙的地方就是 它其实我是用画在抒发我的心境 所以它出来的东西其实会是比较 我觉得我需要把它排泄掉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对 所以我很开心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觉得我想要画画 所以排 等于是画画就是你的排毒功用 就是把你当下那个情绪排泄出来 对 所以画出来的成品就是都是比较这种灰暗的这种这块情绪在里面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我虽然画整个色调都是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 应该就是我大部分的画作 它也是在带领你就是指引你一个道路说 你虽然生活你可能会遭遇一些困难或你有处境 但是你绝对要相信说 一定会有路可以让你走到那个有光的地方 对 好那听众朋友呢 如果你是外线市没有办法到现场看展呢 你可以在我们这一集找到我们的节目预告呢 就粉丝页的这个像本里就有这一张照片的一个作品 那或者是呢你在我们播出完之后可以到YouTube去搜寻我 主持人的名字李金明就有这张作品的照片跟我们这段的 访问的声音哦 有这样的影像呢 可以让你来欣赏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如果是北部的听众朋友呢 也欢迎你来现场去看展哦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来聊到这个很多这个机理哦 跟纹路其实要近距离才看得到 包括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掉不下来的咖啡渣也在这个作品上面 好那我们来介绍他今年最新的一个作品 就是已经回来台湾之后 回来台湾的创作我们来听听看 跟意大利的这个创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那我们介绍这副作品呢叫做洛花 那个新闲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画面呢就是一样要沿袭他之前的一个画风 都是一些比较低彩度的一个作品 但是在这一幅的洛花这个作品里面呢 就有稍微具象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呢 就是有这个花的形象很具体的在这个画面里 来欣贤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幅作品是我这次展览里面最新的 他大概以今天接受受访的这一天往前算的话 大概不到一个月前画的吧 是 对那他其实也是这场展览 我原本没有要展是已经确定好作品之后 我又再跟金车联络说 我又新画了一幅希望可以把它加进来这样 对那这一幅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觉得他 他比较没有那么深的就是寓意在里面 对我觉得他并不会说非常的难以看得懂 因为他其实算他的画面其实比较小平一点 他就是风景画 对就是大家如果有去山上走走啊什么 其实很容易看到很类似的景象 就是有小小的瀑布啊然后水这样子流下来 然后聚集那可能会有一些落叶啊 或就是落下来的花朵 然后在池塘里面的感觉 那我觉得他给我的心境比较不一样的就是 他其实是就是很近期的作品 那他也代表的就是我回到台湾之后 其实过了这一年半多来 其实自己的心态也比较缓和了吧 就比较沉淀下来 对比较沉淀的感觉 所以其实大多数看过这幅作品的人 他们都会跟我讲说 其实这幅画让他们觉得比较平静 然后其实蛮舒服的 就是因为刚回来哦 定会还有很多情感是留在意大利的 那可能一回来呢也要面临这个工作的问题 一开始也不是那么顺利 那经过一年多之后 就你的现在的这个处境 就反映在这幅画上面 就是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然后也终于回到这个家乡 然后就像落叶一样 那其实呢虽然你画的是有点抽象 但是隐约我觉得你还是把一些东西画在里面 包括你右边也有一些步道对不对 对我很喜欢你刚刚形容的那个 对我觉得有说 落叶归根 对我觉得有说到我话想要表达的那个感觉 但是我相信你这个工作一切顺利之后 下一步就父母亲可能就在催促你的感情生活 什么时候要对不对 该结婚了吧三十岁 哎干嘛讲出来 因为你十八加十年就二十八啦 那在家一年多不是现在三十岁 但是你从什么 数学怎么那么好 都是节目中你自己透露的 我有吗 这一方面哦 他们一定有催你 对不对 说真的啦 我爸可能有比较多一点 但是其实还好 他们并没有表现得很明确 我觉得是因为我真的才刚回来没有多久 那我爸妈 我在揣测他们的心情啦 就是女儿才刚回来可能还 你看在一年多 不好意思催 对不到两年 啊现在就催 啊女儿回来也没有多少时间跟我们相处 然后马上他如果叫男朋友或怎样 又不见了 所以他们的心里好纠结 对对对 其实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想 但是呢 就是像你讲的复杂的情绪 万一你嫁掉了 那又离开了 对啊 也许是外国人也不一定 那他们又面临到哇 那个失落的这个感觉 对啊他们应该会舍不得啦 而且我好不容易回来 让他们好好就是在他们身边这样子 然后他们应该也 希望我可以好好就是找到对的人 不要就是乱来 就不要太仓促就对 对对对对 他们十年都能够等待 应该也不差这一两年 让你好好的去 在工作跟感情上去找一个 比较好的方向这样 不过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也没有真的到很急啦 但是现在很急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他已经听完我们这样 已经四五十分钟的节目 他会一起很好奇 那到底快点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们搞不好都已经等在这个键盘前面 好那我们现在来送东西 帮我们问问题好不好 好啊我想请问大家就是 我创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到底是什么呢 是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的画面 有一种特别特别的基礼文理在 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就是表现出来 那你这样子我就不用 我们答案就不用讲出来了 如果你刚刚有认真听你应该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重复这个答案 就是三个字 然后我们常常会喝的东西 那这三个字呢 一定要不能有错字 你不要给我打那个同音意志 那个都不行 一定要三个 一样一模一样的字 赶快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预告里 第一个留言我们就送 你送的东西帮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听说是你也是你艺术家朋友所提供的 对他是台湾的设计师 那我们当初其实是在意大利的时候认识的 就是刚好你们都在异乡这样 对对对 感情音特别好 对真的是很好的朋友这样 那他很喜欢做手工的东西 所以那个手环是他手工自己 就是卷那个铝线去把它做出来的 那他没有开店 他就是做兴趣 然后可能会寄卖在一些就是 文创商店 对对对 里面这样子 所以你想买他的东西 还不容易买得到 因为他这是自己做的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有空做 有时候就没空做 对他并不是以这个东西在 就是在工作这样 他那个真的就是他的兴趣 业余兴趣 对对对 那他的东西其实 你乍看会觉得说 好像还蛮简单单调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群朋友 就是这样子吧 就是你知道内恋吗 现在讲这些会有点太不好意思 就是我懂 就是一群个性 比较内向内恋的一群朋友 聚在一起 就是比较不会像有些艺术家 他会很高调 会宣传自己 或者是会到处去找一些噱头 这样子 对啊 你们都是默默的 在从事自己的创作 然后我们做出来的作品 也是可能刚开始看 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是真的是需要 就是花多一点时间 去品味吧 我觉得 对就好像你的作品一样 对 你远远看就觉得 蛤 这想 不是 当你真的静静的看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看出很多 你的情感是表达投射在里面 对 我还蛮希望大家 如果有空来参观的时候 可以多花点时间 就是坐在椅子上面慢慢看 对啊 如果常常就是 就是走过 然后一幅画 可能看了几秒钟 我觉得会蛮可惜的 对 对因为你的作品 确实不像有些 比较具体的东西 就很容易欣赏 这个有时候就是一种意境 对啊 你怎么样用这个 国画的一个技法 然后去融入你在意大利当下 那种心情 然后去展现这样的一个成果 这样子 嗯 而且因为金车 他们 就是 我觉得他们也蛮用心的 所以他们其实都会希望说 在画旁边可以有一些解释 那当然因为我 其实也了解说我的画 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观看 就是用文字笔 对 不太容易说明 对 但是我有尽量就是写了一些文字在旁边 可以让大家就是先看看文字再看看画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容易去了解 我所想要表达的内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为大家介绍是 普新弦的这个复合媒材创作展 那刚刚呢 我们的问题就是 他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展现 他画里的一些机理跟文路 就是三个字我们常常喝的东西 然后喝完之后剩下的那个东西 我就不要重复了 要不然免得显得我们的问题太简单了 如果你刚刚有仔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那三个字哦 那赶快留言 第一个留言我们就送他刚刚所介绍的这个 他的艺术家朋友所提供的一个 很特别的手工的一个手环 那如果你发现已经有人留言了 没有机会了 也没有关系 帮我们分享这一集的节目一告 还有两个名额可以抽中这个手工的一个手环 好 今天非常感谢辛弦帮我们介绍他的一个作品 那听众朋友有兴趣 也可以来到金车文艺中心的南京馆现场 看他的一个作品 好 谢谢 谢谢大家